一个女人被控以雷射笔照射警员的眼 法庭裁定她习警罪名成立 又指为所向社会带来重要信息 和保障警员安全 判监三个月 被告考虑上诉 陈慧欣报道 9年8月10日有人在尖沙咀示威 28岁被告郭丽芬 被指用雷射笔照向警员眼睛 在尼敦道和嘉莲威老道交界被捕 他否认一项习警罪 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审理 辩方在庭上说 郭丽芬被捕时手上没有雷射笔 裁判官陈慧敏说 警员呈堂另一支比较大的雷射笔 显然不符合被告首长的尺寸 警方呈堂的并非被告持有 裁定涉案的雷射笔 因为场面混乱不见了 而被告在地下挣扎时手上露绿色光源 肯定他当时手持发绿光的装置 辩方有质疑 证人在庭上的口供和书面供词不一致 陈慧敏就说 供词有分别是常见 证人接受广泛深入的提问 有可能在庭上换起更多的记忆 所以接纳供词诚实可靠 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陈慧敏判刑时说 警察每日工作要面对不同危险 对社会作出贡献 所以要判处阻嚇刑罚 保障警员安全 准管被告的背景 符合判社会服务令的条件 考虑到案件严重程度 要对社会带来重要信息 判处他监禁三个月 批准以2万元保释等候上诉 有线理事记者 陈慧英报道